大家好 我是高杨 今天就两岁最近发生的有关问题 尤其是广大网友关心的一些时事话题 我们邀请了台湾著名资讯媒体人黄志弦博士 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大哥好 最近在台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国民党团在立法院提出了两个提案 一个是邀请美国协助台湾背抗中共 一个是要求美台恢复邦交这两个话题 你怎么看国民党最近的一些动作频频 这个国民党最近的表现让大家都 大家全世界的华人都很注意 等一下我也要问您一下 您在北京怎么看 如今的中国国民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先回到说 那两个公决案 第一个美台所谓的复交 复交是恢复正式的关系 那等于说第一步台湾已经台独建国了 对不对 所以国民党这一步是跑得比民进党还要前面 他在帮民进党往前面拉 民进党还在这边走三步退两步 然后看看北京 哎呦你不要打我 然后拉拉美国 然后国民党突然间丢出来 今天如果是民进党 他在立法院里面 他推出来说 我要这两个公决案 我要跟美国建交 我要美军驻台 大家也觉得好嘛 你本来就这样 是 怎么会是国民党呢 国民党不是那个推翻满清的吗 你名字还是叫做中国国民党啊 那你今天你去支持台独 你还帮台独跑在前面 去帮着台独往前开拓 不就这样吗 好 那国民党现在两个人 一个是党主席叫江启臣 江启臣 他不同意的话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第二个是他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总招 他等于是国民党里面 现在除了江启臣以外 第二号人物了 他管这些国民党所有的立委 他们两个同意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说 江启臣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林维州怎么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到 美军在台湾驻军啊 那是说我不但承认你台独建国成功 而且我跟你是好朋友中的好朋友 我们都结拜兄弟了 所以我们要我美军在台湾驻军 那还得了 在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一个省 台湾省建军 美军驻台 请问这什么意思 适可忍输可忍 你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今天魅于国际法 你魅于台湾的法律 你魅于两岸的九二共识 而且你魅于事实 魅于历史上 国共内战 造成中国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这个事实 你国民党你不能够否认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 你今天胆态否认 你今天这两个公决案就是否认 就是否认 就是台独 不管他怎么讲的天花乱水 你说是不是 他就是台独 所以今天这两个公决案 代表了国民党已经从独台的路线 走到台独的路线 而且是帮着民进党往前冲 所以我其实我心里是有点在怀疑 我在怀疑说背后是不是美国在推广 是不是您觉得呢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江启臣本人就很亲美 对 我有一点就是感觉就是说 林维洲这个人 最近的不断的就两岸关于发表一些不当言 我们觉得不当言 很刻意的 因为林维洲 他本来是民进党长期的党员 本来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后来他觉得混不下去 他觉得民进党要倒 然后他就说 哎呀我看不下去 陈水扁很贪污 他刚开始没有看不下去 他等到民进党阿扁执政的末期 他赶快跳船到国民党捞一个位子做 所以我觉得就林维洲 台湾有些人说林维洲根本民进党来卧底 那我是不敢讲 我是说他内心仍然是一个台独的人 他讲他提了这两个案子 他又提议说中国国民党要把中国两个字去掉 然后最近有讲 这两天他又讲说 不要跟大陆交流了 大陆如果不承认台湾的法治 不承认什么什么的话 那宁可两岸就断绝交流 互为敌国 是 你怎么看 他这表态 他回民进党算了嘛 他就是一个民进党 什么叫做不承认台湾呢 九二共识就是大陆给台湾的善意 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家人 那国共内战 现在既然是这样 那我也不要为难你 就是在岛内里面 我让你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可是 不是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等于是公然承认两国论 然后在国际上 只要你承认九二共识 就是你承认 九二共识是什么 我们先讲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九二共识就是台湾跟大陆 都是中国的领土 同属中国 同属一个中国 而且有个很重要的事 而且要共同追求统一 国家统一 你只要承认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兄弟 我们就家人 那你想要去参加国际上哪些活动 大哥带着你去嘛 所以那个时候WHO台湾也可以去啊 然后国际民航组织台湾也可以去啊 有大哥罩着在那边 台湾哪里去不了 好 那台湾现在不要九二共识了 就是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也不要追求统一了 很好 那你不是中国人 那很简单 你哪里都不要去了 所以他们现在 江启臣跟林维州 他们现在是反过来说 他不去谴责民进党 违反九二共识 他不去反省国民党自己 这几年来 从九二共识退缩了 他也不反省说 自己作为中国国民党 有没有在台湾捍卫自己的主张 原先的主张 跟长期108年的历史 光荣传统 他都没有去反省 他调过头来 帮民进党骂北京骂大陆 所以我觉得 就再多难听的话 都很想讲出来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政党 你从政治学 从社会心理学 你从国际法 你从历史 你都不应该这样做 那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 第一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说 台湾的民调 现在的结果就是 台湾主流民意 是支持台独的 他觉得 我只有靠向台独 我才有票 第二个力量 一个是选票的力量 第二个力量是美国在后面 国民党本来就很亲美 但美国更喜欢 民进党 所以国民党如果要争取 美国的青睐 美国叫 对 就是美国叫他往东 他就赶快跟着往 更反攻 更反中 对 他表面上 为了要争取 台湾人的支持 他表面上在反 莱克多巴胺 嗯 那你现在应该 所有的发言 所有的政治动作 都应该去打 瘦若金美猪嘛 是是是 结果他们没有 态度很外媚 对 他没有 他放着这么大的一个议题 台湾人90%是反对 瘦若金美猪的 嗯 那你不去打这个 对你会得分的议题 嗯 你反而去 每天去骂北京 这 这什么意思 嗯 你当然是 哦 打那个 这个莱克多巴胺 是装装样子 给台湾老百姓看 嗯 但是呢 那是打假的 嗯 骂北京 是 骂给 美国看 嗯 而且要跟台湾的年轻人说 你看哦 我也很反中哦 嗯 然后我也是 我恨不得丢掉 中国这个两次 我 我也是 台独的 我也是反中的 你也要投我 但你觉得有用吗 没有用 我学 我学行销的 嗯 没有用 为什么 行销学上有一个叫做me too 就是 抄袭猫 嗯 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主张的品牌 嗯 消费者就觉得哇 你好棒 嗯 我就买你 嗯 那你又来一个 我也是 我也是 哎呀 你抄袭 也没有用啊 嗯 政治上跟人讲 嗯 其实 台湾人是这样 台湾人觉得说 你胆敢对抗一个 强大的台独的话 第一次人家觉得你神经病 第二次人家觉得你不自量力 可是你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人家就觉得哇 你是条汉子 不可能有志气 就这么简单 你看这个党就是这样子 他现在就是帮着民进党帮着台独去叫嚣 那你看现在 此时此刻 我来北京嘛 是要参加 嗯 庆祝台湾光复节 嗯 台湾光复节是10月25日 在我小时候 我们几十年来都是放假一天 嗯 要庆祝 是 是 国家的大喜事啊 是 是 满清末年 中国这么样的穷 这么样的衰落 嗯 嗯 然后被日本侵略打败 嗯 不得不很悲痛的 很痛苦的把台湾割让了 嗯 五十年台湾人被日本杀了六十万台湾人 嗯 对 然后抗战十四年 中国的军民死了三千五百万人 嗯 最后在1945年 对 1945年 我们把台湾拿回来 光复了 嗯 光复是什么意思 光复就是 还给我 对 那日本还给谁 在开罗宣言 波斯坦宣言 嗯 所有的国际文件就很清楚 你就还给中国 换中国 对 就还给中国 好 是 中国当时的政权是什么 就是还给中国 不管 他们现在在那边扯说叫什么什么 不管 对 就是中国 对 是 所以 从1945年到今天 嗯 台湾都属于中国 是 就这么简单 所以国民党在扯什么呢 江启臣又跑出来讲说 又跑出来讲北京 嗯 可是 有没有想想看说 在台湾现在是台独政权执政 台独一直在洗脑 老百姓说 嗯 哎呀 日本人对台湾人很好啊 然后在教科书里面也是讲 嗯 日本人让台湾变成现代化 嗯 然后中国人都是不好 嗯 所以 想到这样就非常悲哀 我今天参加那个75周年的台湾光复 台湾光复 研讨会 对 研讨会 那个看板上面有一句话 嗯 纪念台湾光复 然后促进祖国统一 嗯 这什么意思 台湾第一 台湾1945年光复的时候 回到中国 嗯 所以那一刻中国统一了 统一了 对 真正的光复 真正的统一 是同一件事 嗯 当未来 我们一定看得到 我坚信我们一定看得到 当未来中国再次 我们真正统一的时候 台湾才真正的光复 嗯 是不是 是 现在 2300万人每天被 媚日的言论 被台独的言论 被外国势力 在洗脑 在控制 他把言论自由控制 把人权打压了 我就是个例子啊 我的节目被关停 是 然后 我们每天 我们其实都很惊恐说 像我来北京 参加这个活动 我是担心你回去会不会被 对 被怎么样了 然后 被盗查 然后 他们已经放话了 说 台湾人不得去北京参加这个活动 嗯 说这个叫统战活动 嗯 那我就觉得很好笑了 北京要统战 要统战什么 北京不过就是说 我们是中国人 嗯 那不是 我们台湾人也承认我们是中国人啊 很多台独假装不承认 他讲不通 他说谎 好 那 北京说要统一 按照台湾的法律 我们也必须统一啊 那我为什么不能遵守台湾的法律 嗯 那 北京统战 美国也没有在统战 美国在统战台湾啊 是 说你们你们是要要配合印太战略 你们要反中 那为什么你台国政权你要去配合美国的统战 为什么你要去配合日本的统战 嗯 是 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 是 台湾被割让是一个耻辱 是 台湾光复我们终于把这个耻辱拿掉 是 为什么不能够庆祝 是 凭什么他台独可以不准我们庆祝 是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可耻的事情是 今天 我觉得坦白讲 台湾的台独控制下台湾就像是 围满中国 嗯 跟汪精卫政权 嗯 你又觉得说 你怎么会像 你怎么跟日本合作 你怎么会怎么样 我们中国这么辛苦这么可怜 然后你怎么会 这两个政权的人这样子 可是没有用 他们里面就是有人 有掌权的人得到好处 可是当有一天 当中国抗战胜利 那一刻 你还有听到魏满洲国吗 对 你还有听到汪精卫政权吗 对 没有啦 没有啦 可是在抗战没有成功 没有胜利之前 你看他们那些当官的 在那两个地方 两个政权里面当官的 荣华富贵的 然后 你 你上台 我下海 不是也挺热闹吗 所以我 我现在感觉台湾就很像汪精卫政权 跟很像魏满洲国 我们这样去想就知道说 在历史的长河里面 中国自古不缺汉奸 可是我们身为台湾人 身为中国人 我们最大的要承担的责任就是 要让中国统一 因为中国统一是 对大陆 对台湾 对整个中华民族 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 促进中国统一 让中国复兴 因为我觉得 你不统一怎么复兴啊 是 然后让中国复兴 要干嘛呢 我们可以让中国人幸福 那很多人讲 那你中国那么那么棒啊 怎么 这一次的疫情就证明了 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制度 中国的治理 比第一等的强国 美国比第一等的一个地区欧洲 强太多了 而且就证明了 我们中国重视人民 你这次从台湾到大陆 你一路上去 你这个要隔离 对 你看到的情况 和台湾有什么差别 那差太多了 我们在台湾 因为我一直 我有一直在密切的观察 然后注意比较 台湾到目前为止 从外部进来台湾的 号称要隔离14天 可是你是一到机场 你量个体温 没有核酸检测 量完体温 你就搭一个防疫计程车 就回家了 回家了 然后 它是怎么确认 你有没有在家 瓜哥隔离的 它用手机确认 所以就发生过 有的人把手机留在家里 你自己偷偷溜出去了 好 那大陆怎么样 我们一直骂一直骂 他不管 然后在台湾做核酸检测 我做过 做一次7000块台币 等于人民币大一 1400块 天哪 那你做几次你就破产 是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台湾自己没有做核酸检测核的能力 要跟外面买 而且 所以说很多是大陆的 对 它也不透露跟谁买 而且很可怕的事情是 它一切黑箱 所以有没有人上下其手 那大陆为什么呢 大陆不一样 我从台湾上飞机 在台湾的机场先扫码 填资料 然后我人还没上飞机 大陆就已经有我的资料 然后我上飞机 下了飞机以后 下了飞机 一下飞机我就做核酸检测 你见到这些服务的人 他这个穿戴有什么变化 我从一下飞机 从机上开始 对 从一下飞机 我所有我看到的人 全部都是外太工人 都是全套的防护衣帽子 防护镜 口罩 然后防护鞋全部 然后就开始排队 做核酸检测 这里在台北呢 桃圆机场呢 桃圆机场没有 能看到吗 没有 台湾 桃圆机场没有 然后一下去之后 做完核酸检的第一关 做完 那我可以入境吗 抱歉不行 我通过海关以后 我就要去做防疫巴士 要等防疫巴士 然后到隔离酒店 然后防疫巴士那边就登记了 再扫码 结果不算是扫码 然后我又拿到一个码 所以他就严格管控我人到哪里去 我跑不掉的 防疫酒店一进去 一上车 然后一下去 我看到的全部 全部也都是防护医的人 防护医的人 然后我就提了 行李呢 消毒再进酒店门口先 接那个消毒枪 把我整个行李 所以我的行李到现在外面都 都是白白的那个 消毒完 然后我拖进去 一个电梯只能坐一个人 就没有人跟我同电梯 然后我拖着行李进去 进去房间以后呢 14天以后我才能够出来 然后每天早上 护士来跟我聊体温 他在门口 我在门口 他在门口 然后我戴个口罩 他全套房 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然后量体温 下午再量一次体温 同时也确认我人在里面 然后三餐送到门口 用一个桌子放在门口 然后时间到了我就去拿 所以我也看不到人 然后呢 那房间酒店里面 谁帮我整理呢 有没有人家 当然不能整理 我要自己铺床 自己整理 然后自己丢垃圾 垃圾要两层 做胶带打包以后 放在门口 然后会有那种全套防护衣的人 然后来 把垃圾拿走 我连冲马桶 他都给我消毒剂 马桶每天要消毒很多很多次 是这样严格的 但吃太好了 所以我很怕发胖 每天在酒店里面 跑步一万步 每天一万步哦 然后我还带那个运动器材 每天在那边拉运动器材 幸好没有发胖 是这样子的 然后要离开酒店前 到十四天前两天 然后医生的通知 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好 然后他又到门口来 然后做核酸检测 然后做完以后第二天 他就打电话通知 如果你是阳性 拜拜 然后救护车就帮你带走 好 他打电话通知说是阴性 然后我就可以 他就告诉我 到九月三十号晚上十点半 我就满十四天 满二十四小时 我就可以走了 然后十点半太晚了 所以我就多住一天到早上走 是 好 然后那样子 我就可以拿到一个核酸检测报告 阴性 然后我得到一个健康码 好 我就是一个自由人了 就是重见天日自由人了 就这样 所以是非常的严格 那种高兴越严格越好 那个是你在台湾没有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 很不习惯 很紧张 不不不不 因为台湾没有啊 因为我是学中医的 然后家父是医生 你就是要严格 我在台湾就是 我因为批评民进 会不会对我们这种 太严格的反感 不会 当然不会 我还特别写文章 说越严格越好 为什么 因为你大陆已经证明了 把大陆内部的疫情已经扑灭了 所以你现在要防堵的什么 就是外来的 因为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来的 你境外输入 你就完整的隔离 它不是针对我个人 那你现在你隔离14天 检测严格之后 我就可以很安全的 进入这个社会 我也很安全 我就表示说 我在大陆见到任何人 都是干净的 然后呢 这是保护我自己 也是保护别人 所以我为什么会来 就是我要亲自体验 因为9个月没有来大陆了 所以我要知道说 大陆整个执行 跟台湾有什么差别 那我过去批评台湾 你这个疏漏 那个疏漏 我的批评对不对 验证了我的批评是对的 验证大陆的路线是对的 台湾岛来还在说 大陆有可能又进 瞒疫情 瞒报数据 你到来看以后 感觉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隔离 所以早上出来是早上10点钟吗 你那道路需要去隐瞒吗 不是 我跟你讲经历 就知道怎么可能隐瞒 10月1号早上我出来 我拖着行李 我就出来 然后朋友接我去吃饭 在上海 你知道怎么样 10月1号 从我的防疫酒店 到吃饭的地方 其实就很近 堵车啊 就堵车了 然后中午大家吃得很开心 在红桥营兵馆 在上海红桥营兵馆 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有一些人认出我 大家合照 那我说我是干净的 我隔离完了 然后OK 然后是很开心 然后我拖着行李 我就坐高铁 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 高铁是最后一刻买到票的 高铁它满满都是人 然后高铁一路上经过 刚好有看到有地方 全部都堵车 然后手机上传来 微信上朋友都讲到 我堵在哪里 很短的路 已经堵5个小时 6个小时 7个小时 然后上海的朋友告诉我说 从上海 因为很多都建议说 你不要跑太远去玩 上海到崇宁岛很近吧 对 崇宁岛属于上海 上海对 从上海市区开到崇宁岛 他们要开十几二十个小时 也要 所以 地址都该到了 对 月球都该到了 对 就你怎么可能隐瞒疫情 所以整个十一长假是 6.5亿人 6.5亿人 对 在路上跑 对 就你台独你告诉我吗 就是我们这种制度 它完全不需要 你怎么隐瞒吗 6.5亿人到处跑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还得到处都疫情了 是 所以 台独的没有尝试 然后它的 好笑是已经到了一个 它现在 我说这个社会的反制社会 智慧的智 是一个反制社会 我 这样讲 我们观看过去的历史 在 我们经历过反而法西斯的战争 法西斯就是一个反制的 纳粹也好 日本军国主义也好 就是 那他们会成功 短暂会成功 因为你可以控制言论 台湾现在就这样 所有跟民党不同的言论都被摘掉了 摘掉了 所以老百姓每天看见是 过去这九个月来 每天晚上都告诉我们三峡大坊要崩溃 然后他每天晚上平均崩溃四次 然后网路再崩溃一次 他现在已经崩溃几千次了 那个我给你透露一下 我们大陆包括我本身在内 如果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 心情不好的事 我一定看台湾的政论节目 因为看了它 我心情就好了 就好了 好玩 我懂 我懂 以前我也会很生气 我现在也会觉得 看台湾就觉得 真的很好笑 心情就好了 是 三峡大坝已经崩溃很多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会唱作剧家 他们上那种节目是有剧本的 是 会有剧本说 你分配这一题 然后把这要给你 然后我分配这一题 然后他们怎么讲 哇 那个大坝 你看已经扭曲成这样子了 然后一旦溃题 几个小时到宜兵 到宜昌 到武汉 然后就到南京 到上海了 然后整个中国就淹在水里面了 天哪 然后榨菜吃不起吗 是 然后要去抓甜薯 甜薯这个补充蛋白质 然后连甜薯都抓完了 好 然后现在要说 深圳街上都没有人了吗 是 然后说中国大陆人民 已经在飙荒 水深苦热了 说我们没有粮食吃了 所以搞了这个什么 我们叫勤俭节约 对 就 就 我很努力了 这是一个反制社会 大哥 大哥 我真的很努力 我从10月1号隔离出来 到现在 10月22号 我努力了22天 我在努力的去寻找大陆崩溃的证据 结果我 找到了吗 我只找到吃喝玩了 唯一一个崩溃是 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 在高速公路上面堵车 有点小崩溃 可是今年很奇怪 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 他在堵车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尤其是经过疫情 然后大家觉得说 我的国家站起来了 大家都可以出来玩 然后那种感觉 西方媒体也报道了 这个 对呀 美国也报道了 对呀 你怎么可能讲呢 你讲不了 而且你发现 我看你一路从苏南都走到苏北 对 都走了是吧 我到上海南京苏州 我到韩山寺 然后我到情怀河 业游情怀河 你一路看我们这个经济开始复苏了 我就充满最恶感的发现我都在吃喝玩了 然后到处都是人 我看了三场电影 我看了我和我的家乡 肯定推荐 好看好看 我们机关组织看 那个是 那个是一边笑对不对 笑完就哭 哭完以后又笑对不对 太好看了 然后我看了八百 八百战士 那个八百 其实你不要去管他是谁的兵 对 他是谁的军队 那个叫做中国军队 那个叫中国人的气节 然后那个叫做中国人的悲痛 你看那个列强 他们英国租界那外国人 他们根本就冷血的 眼睁睁的看着中国人被日本人侵略 然后后来我又看了 另外一部电影叫做 就是在讲茶叶的那个东西 还打算再去看夺冠 然后我买的电影票的味道很不好 就有人说你怎么都买边边角 我说不是我不努力 是满座 满不上了 所以我跟你讲说经济是这样 然后去餐厅吃饭都等 都要等一个小时的 这些人说这话 我不能觉得不奇怪 但我奇怪有一个人 就是做过海基会的董事长 洪奇昌 他来大陆很多次 他了解大陆 我看他在中国时报上发过几篇文章 在他看来认为大陆不会动物 不会动物不是因为说我们大陆不想动物 我们是想和平统一 他讲的是大陆不敢 不敢还要崩溃 因为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很危险 我觉得他讲的话感到很诧异 洪奇昌我也很熟 他很了解大陆 洪奇昌我也很熟 他呢 他是民进党里面新潮流的 然后他怎么会不了解大陆 我好几次之前在大陆开研讨会 我都碰到他 而且大陆对他非常礼遇啊 真的非常礼遇啊 让他做主嘉宾啊 然后他在那边讲些有的没的 那为什么呢 这种人的思维是这样子的 就我目前的政治利益在台湾 那我去跟大陆交往呢 看我能骗到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上头一定就是蔡英文 所以呢 他在跟大陆往来的时候 他有他的政治目的 他有他接受的政治指令 他要传达什么 再来 他发表这个文章 他也要跟蔡英文交代 也要跟他的台独群众交代 他要跟台独呼咙说 哎呀不用怕 尽量往前冲啊 北京是纸老虎啊 北京不敢打 所以蔡英文一直讲说 我们只要坚持下去 北京会妥协 有没有 他从2016年他就这样讲 所以他就是要逼 逼北京妥协 然后他们这些为虎作娼的 这些小弟们就要上来讲说 北京不敢打啦 北京怕美国啦 而且北京内部啊 四分五裂啊 又是洪水 又是疫情啊 然后经济一塌糊涂啊 怎么敢动我们呢 武器也不行 是 他们台词我太了解了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在看历史啊 其实我们现在看 你怎么那么蠢 可是我们回去翻历史 就每个时代的历史 很多时候的悲剧 你就看到就是有这么蠢的人 怎么会日本军国主义 怎么会觉得说 他可以灭亡中国 怎么会去打美国 然后纳粹怎么可能觉得 他会统一世界 然后他怎么会这么没有人性 这么凶残去杀犹太人 杀六百万人 都做了 然后怎么能够愚昧那么多人 你看当时很多德国的人 他是大学教授 他是医生 他是老师 他是音乐家 可是他会毫不犹豫的去举报 我隔壁家住了一个犹太人 赶快把他抓起来 把他送到那个煤气室 为什么 他的人性不见了吗 就是你就会想到说 你在某一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面 人性会极度扭曲 扭曲 要讨好那个环境 然后会自我说服 所以你一旦变成台湾现在是一言堂 任何讲真心话说 大陆实际情况是什么的 马上就说你台奸 所以我现在就是大号台奸 然后说我妹贡 说我舔贡 台奸 但我要讲 真正台奸就是台独 因为你搞台独 其实就是制造战争 大陆不想打 大陆一直在避免打的各种可能 但是如果你勾结外国人 如果你在制造台独 反分裂国家法里面规定 如果一旦和平统一不可能 绝有可能 外国势力介入了 你不能不打 所以你搞台独 就是真正的台奸 也是真正的汉奸 你在台湾 对台湾的底层也比较了解 对 最近有个民调显示 说 民进党的民调 说 50%以上的台湾人 不怕 不惧怕连海发生战争 你对这个民调有什么看法 真不怕 第一个 这个民调是民进党制造出来的 民进党在蔡英文就职以后 他成立了好几十家民调公司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媒体 在政治界观察 都知道 民调 成立一个民调公司 然后你假装你做个民调 你就可以有话语权 你可以带风向 带风向 第二个 就算你是一个学术机构 你做民调 坦白讲 民调是这样 你要什么样的民调 我都可以做给你 因为它牵涉到你 问话的方式 你问题的方式 还有你取样精不精准 所以 民调作为一个科学 它的 很多的正负误差 正负误差3% 甚至有的正负误差5% 多少 再来一个 这个民调 50%以上台湾人 不惧怕 两岸发生战争 原因是 我被洗脑是这样 第二个 台湾是一个非常极度 亲美的人 所以民调操作说 美国挺台湾 北京怕美国 所以不用怕 所以不怕战争 不肯打 再来 同时告诉你一个 真正可信的民调 你来比对这个民调 你就知道 这个民调的意思是什么 台湾有一个 有一个杂志 然后它做的民调 长期以来被 被当成是一个 比较可信的 叫做原件杂志 原件杂志 它做的民调是 如果两岸一旦发生战争 你认为会怎么样 结果呢 20%左右的台湾人 认为大陆会赢 那比较少的人 认为台湾会赢 认为 最多数的 你认为是什么 你知道吗 60%几的台湾人 认为 两岸发生战争的结果 是和谈 和谈 战争的结果是和谈 这怎么理解呢 好笑吧 战争之后的和谈 战争之后的和谈 叫做城下之盟 战争之后的和谈 叫做投降 所以很有趣吧 认为大陆会赢的人 跟认为两岸发生战争之后 会和谈的人 加起来超过80% 然后你比对民进党讲 所以为什么台湾人 不怕战争 以我真正深刻的 而且负责任 而且我相信是 见人之所未见的 我坦白讲就是 台湾人心里是这样子的 我尽管闹 我知道你北京不会打的原因 是因为我知道 你把我当同胞 就小孩子 你带小朋友 去百货公司 然后小朋友就看到一个玩具 看到一个冰淇淋 然后就在地上滚 说我要吃冰淇淋 我要买玩具 然后爸爸妈妈就说 不行你乖 不然要打咯 然后小朋友更不理你 继续滚 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打 不会打 如果小朋友 一旦知道爸爸妈妈 真的要打 我跟你讲 所有 我自己没有小孩 但是你只要跟小孩子 接触人都知道 他哭到一半 那个眼泪会缩回去 然后马上就乖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台湾现在的一个心情 就是觉得说 没事 北京 你看北京都一直让我们 我们只要讲一讲 北京就让我们 你说我们是同胞 一旦真正有战争的危险的时候 台湾立刻就好 我们统一吧 我们和谈吧 我们来吧 怎么样 这就是真正的真相 另外一个民调也很好玩 问 台湾年轻人 如果两岸发生战争 你要上战场吗 80%以上台湾人说 我要上战场 真的哦 同一个问卷 同一个民调 第二题就问说 你赞成征兵吗 90%人说 我不要征兵 什么意思 不要征兵是真的 说要上战场是说 我觉得这样讲比较对 所以自己骗自己 比如说政治正确 对 然后还有就 好啊 别人去啊 不要征兵 我就不用去了 所以你结合这些真真假 你叫你来看 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图像 结论就是 第一 真正 即使其闹 台湾人深层的心底 潜意识 知道大陆把自己当成同胞 第二 两岸统一不能拖 因为你再拖下去 教科书越改越台独 现在今年的台湾的教科书 已经没有中国式 完全没有中国式 所以现在40岁以下 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再过10年是50岁以下 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再过10年是60岁了 所以你越拖越久 两岸分割越久 台独下的独药越深 对台湾人的伤害越大 第三个 现在连国民党都倒向台独了 所以台湾真正能够 反制民进党台独的力量 只是让我们这些散兵游游 但我们没有政治能量 当然我不能说 这么没有志气的时候 我毫无政治能量 但国民党是个大党 它都已经器械投降 然后跑入家具 它跑去加入敌军 所以我们这边的兵 我们就像八百壮士被围成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可以撑一天撑两天 我们没有办法撑十年 所以我们需要 一个国家的分离 分治 不同意的时间 不能够太久 另外我觉得不能脱太久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要实行民主复兴 那么如果说让台湾问题长期存在 实际上它影响我们的外交战略 它会阻碍复兴 影响会发现印度和一些 跟台湾结合了 现在包括台湾在做一些欧盟的一些国家 它在搞准外交关系 实际上它牵扯到我们的一些经历 没错 那么像这样拖下去 可能会打乱我们整个外交战略 那实际上也不利于我们的和平发展环境 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能拖太久 我太赞成 太赞成您这个看法 因为之前有一些大陆的涉台专家说 很公开的在台湾写文章发表 说统一不及了 而且台湾很难治理 同意以后我们有什么好治理 我们应该要柔和的对待台湾 要理解台湾人对尊严的考量 我真的很想讲说 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非常第一不了解台湾 真正的台湾历史 真正的台湾人的思想 它这样的说法是在帮台独讲话 帮台独在说服 不知道在说服什么 甚至于荣岸事后改立 在鼓励台独放纵台独 那中国不统一 是会阻碍中国的复兴的 不但是在外交上面 你可以发现台湾现在 美国用台湾来打中国 印度跟台独结合 台独之前去支持港独 台独又去跑去跟澳洲结合了 跟纽西兰然后跟欧盟 天知道还要搞出多少事情来 那这个是外交 美国利用台湾的在科技产业上的优势 利用这个来打击大陆的产业 这也是明摆的事实 追产业 然后南海 明明南海的十一段线 是1945年我们抗战胜利之后 我们中国所有的十一段线 举世公认 然后来大陆 变成因为种种的历史因素变成九段线 太平岛跟南海的主权的问题 明明就是因为原始的文件都在台湾 是 蔡英文去配合美国 好那这样的话大陆怎么办 你话语权被蔡英文利用的当时的文件 跑去配合美国 我们连台湾不 两岸不同意 连台海连台湾海峡没有你 连南海你都要丢吗 对不对 好然后外交科技 所有的大战略就会文化上 美国会利用台湾在文化上打击中国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当然中国要复兴 中国必须先统一 对 统一我认为是水稻群 你觉得这个是 但是统一我们讲不能拖太久 拖太久 这个可能越来越难统一 至少是和平统一 这个基础完全没有上市 没错 那么实际上是遇到我们 要不要和平统一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很多大陆网民 这个声浪很高的是武统 武统当然大陆不想选择 但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好 美国的介入和台湾不断的一些小动作 尤其军事方面的小动作 这个战争是严肃的事情 但是不排除 你觉得有可能会插枪走火吗 我觉得台独不要害死台湾人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是务实的 我所认识的台湾人 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儿子 去帮台独打仗 没有一个正常的台湾人 希望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老公 自己的先生 自己的爸爸 去为台独死 但台独 他的战略是 他要绑架台湾人 然后绑架台湾人做我的人质 我看你北京怎么办 美国更可恶 他不断的卖台湾攻击性武器 而且指导台湾说要打向战 要把武器藏在民间 把坦克 把战车 把武器全部都藏在民间的房子里面 这是非常恶毒的 这要怎么办呢 他要两岸杀了解决乘客 所以我说台独 是制造战争 非常凶狠的制造战争 但是我要奉劝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你不要说像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再小的国家 再弱的国家 碰到领土主权 都不可能让步 是 你看看 然后在 不管是他的体制是什么体制 甚至他 你看英国柴希尔夫人 他那个时候千里迢迢跑去 南半球去打一个福克兰战争 福克兰是英国的吗 不是人家 他殖民地吗 殖民地 他不要脸 他都去打 好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人谴责他 对 这次不是双标吗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 1945年以后 也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内战 中国的政权更迭 跟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件事 完全八竿子打不着 反正台湾是中国的 好但是美国现在抓着 因为你中国现在还没同意 美国就利用台湾 来打你中国 所以要快速的赶快来 来拉回来 但是 你拖越久 美国卖给台湾的攻击性武器越多 拖越久 美国从台湾掏空的东西越多 那你不拖下去 可是台湾这样子 台湾他现在是连台湾人 跟大陆坐下来谈和平统一 他都说你叛国 把你抓起来要关 我们连坐下来谈和平统一都不行 对 连坐下来谈一国两制都不行 我现在发现问题 我们讲和平统一这个政策 提出来是上个世纪70年的 对 可那个时候是具备和平统一的条件的 因为那时候的台湾人觉得自己是中国 当时台湾大概至少百分之90以上 是要谈统一的 蒋经国是要谈统一的 对 对吧 那么台湾人民想谈统一的 那么谈台独是犯罪的 抓了一些人 对 那今天不是了 今天反过来了 今天谈统一是犯罪的 今天讲统一方案是可能犯罪了 谈一国两制他是直接抓起来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无论是执政党 还是在野党已经不同了 不同了 而且求独了 那么这种和平统一还可能吗 大陆是这样子 我们大陆是一定是洋洋大国 然后一定是大哥 然后我大你小 所以我都把所有的好话都跟你说尽了 我一再忍让 我一退再退退到墙角 墙角了 所以没得退了 所以台湾现在如果弄到最后 我用一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适当的比喻 图穷比线 也许用在这里也许不是那么恰当 可是它恰当的是什么 你地图展到最后 就是结局 你的结局 现在台湾人还有选择 你是要和平统一 还是要非和平统一 你可以做这个选择题 台湾人不要以为说我可以选择独立 没有这种事 你选择独立就等于选择战争 好那但是你可以选择 我要怎么统一 我要像跟大哥 我们这样坐下来谈 我台湾人我喜欢什么制度 那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怎么样谈 不能谈吗 公司都可以和平或什么 而且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 14亿同胞本来就我们的同胞 把台湾人放在14亿人的大平台里面 有什么不好 杭州是我们的有什么不好 杭州南京上海 呼伦贝尔 那个所有哈尔滨深圳北京 都是我们的有什么不好 对是 如果都不要 你不要这个那剩下就战争 那所以就战争了 所以我觉得明确的选择赶快选择 因为那个时机稍纵即逝 我非常害怕 一不小心台湾人就把 就让所有的和平烟消云散 而且到最后唯一可以责备的就是台湾人自己 实际上我们特别希望台湾的金英城 想清楚 战争是付不起代价的 但如果他一路这样走下去 可能战争是否也选择 没有别的办法 林肯也不能够选 也不能够接受美国南方州独立啊 对 所以林肯打了一个统一战争啊 之前问你问题哈 林维州最近的这个表态 我看国民党内没有太大的反对声音 他代表不代表 他作为国民党团的总招 应该也是 是立委选出来的 他是名义代表 对 他是否代表现代国民党的主流呢 你把林维州加上江启成 江启成 好 结束了 江启成也是国民党员选出来的 如果不认同他 国民党员会谴责他 林维州也是立委选出来 没有人批评他 他要去 他要把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两个字摘掉 然后他要跟大陆成为敌国 是 他随时找借口啊 是 所以他代表了他内心的台独 他也代表了国民党现在走向台独 他也代表了美国在背后 是不是国民党内的一个主流呢 是 是主流 绝对是主流 我发现那个 百分之百是主流 前主席洪秀柱女士 他是非主流 前几天从杭州回去以后 参加了第三届青年论坛回去以后 因为在大陆谈了统一的话 对 回去被国民党的一些议员羞辱 对 正常 正常 我们在台湾谈统一的人 我每天都被羞辱 被羞辱 所以你要看洪秀柱他当过党主席 是 然后呢 他没有做过任何不对的事 结果竟然被那些 国民党里面的名代出来羞辱 而且我发现 羞辱洪秀柱和你们的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那些台独 是国民党啊 羞辱我的 包括国民党羞辱我 然后 连他们连 不要说洪秀柱 他们连马英九都羞辱 现在马英九一直站出来提醒说 首战集中战 然后又捍卫九二共事 他们这些人连马英九都羞辱 所以表示现在国民党 因为他们 太多原因教科书的原因 民意的原因 然后种种原因 结论就是他们现在主流是 反对马英九路线 反对洪秀柱路线 实际上他们继承了李登辉的两国论 没错 你这个总结太好 就是现在等于下种水果嫁接 李登辉变成 因此我认为大陆 这个我们在和国民党打结的时候 和台湾 台湾地区斗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团结大多数 但是我们要和民进党中的反动派 就是搞台独的 我不认为民进党全是坏的 要和民进党中的反动派 就是搞台独的作斗争 同时还要跟国民党中的顽固派 就是独台这一部分 要作斗争 我们不能一味的团结 同时国民党里面呢 现在的主流是独台加台独 独台跟台独已经团抱在一起了 他们是连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都羞辱的 是 然后更何况是偏统的红秀柱 他们更视如眼中钉 这样子的人不用被国民党这三个字所欺骗 我觉得看人很简单 你讲什么话 你做什么事情 我管你的头衔是什么 我不会被你的头衔骗 那您觉得说 大陆现在看台湾这样子 以您在北京每天观察 每天感觉 您刚问我 那我也反问您 您觉得两岸会走向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吗 我的观察 个人看法 个人 我觉得我们可能未来的统一方式要改 就是过去我们讲我们不承诺放弃武力 对 我觉得要反过来 我们不放弃和平统一 是不是要做个颠倒 因为你已经条件不具备了 过去那四十年前 我们谈和平统一 那是有基础的 从他的领导人 是国民党一党执政 他的领导人是要追求两岸统一的 不管是反攻大陆也好 还是我们解放台湾也罢 总之两岸是要统一的 其实两岸都是中国人 但是统一之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包括老兵来大陆 我们看到和平的契机 那我们谈还是和平统一 不再谈解放台湾 可是四十年后的今天 台湾实行了所谓的民主化 政党轮替 实际上 我们过去寄希望与国民党来遏制太多 现在国民党没有能力遏制 也没有意念去遏制 而且他们也走向了台独一方 那么我们现在和平统一的可能还有吗 我认为没有了 那没有了你觉得统一 我们不谈其他的统一是不用再谈 我们一定要统一 不需要再谈统不统一 现在谈就是以什么方式统一 我们虽然不希望以武力方式 因为武力方式就战争 战争就会有牺牲 当然 我们认为现在 即便是以武力方式解决 可能也未必有多大流血 对 可能我们会 比如说我们这个 点对点的 打击 现在的 战争方式 战手方式 未必会有流血 对 而且 应该说台湾人 台湾人是务实的 我更倾向于可能是 武力 因为武力不是我们决定的 我们不想 可是形势比我们必须 武力解决 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就是说 因为 只有一个目标 叫做统一 统一 好 那你剩下之后 好比说我现在要去 从北京要去上海 对 所以你有几种方法 你可以 搭飞机 你可以搭高铁 对 你可以自己开车 对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走路 对 所有的方法 这都是一种科学方法 现在一样 目标叫统一 如何达成统一 如果要和平统一 你必须有哪些条件 如果 这些条件没有 你等待 有没有可能等到 条件满足 如果连等待下去 条件越来越没有 对 假设现在 和平统一的机会 剩下5% 如果再等10年 可能像0% 对 好那 会不会变成说 那就不等待 好那不等待 现在又指向5% 那另外一个 科学的 选择叫做 那就非和平统一 非和平统一 又有好多种 有什么模式 有北平模式 有什么模式 有点穴战 有什么战 电磁战 这些 这是个战术层面 北平模式 可以 这是个战略问题 所以我觉得 很清楚的事情是 北京要有一个 统合决心 就是 统一 急不急破 大概 我要什么时候统一 统一对于民进复兴 重不重要 一旦决定了以后 一旦 北京考虑清楚 我相信 北京的行动会非常一致 非常清楚 现在可能还处于在各种衡量 比如说印度的印度在找麻烦 美国在找麻烦 那之前很多大陆的专家会想说 如果 如果 用武力统一台湾 那全世界会制裁北京 但是 现在不是全世界在制裁北京了吗 是 对呀 然后 你看看 香港的事情不是全世界放话吗 可是 港版国安法 丢出来以后 不是 群魔退散吗 对是 然后不是 你才真正迎来 香港真正的回归祖国吗 是 在 港版国安法之前 并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 我看到 我个人看到是 两国两制 香港不承认中国 你如果拖的话 台湾进一步和有些国家去交往 那个时候如果制裁不是更有理由了吗 等到台湾跟美国建交了以后 美国可以发动五眼联盟跟台湾建交 跟很多国家都 办官方关系 那我们不是 更不好解决了 那些国家又 认 既然认同台湾是一个国家 对 那中国 大陆动武就变成是侵略了 对 那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我觉得现在的形势 在走向 逼我们解决 美国 不管谁做总统 他对华俄制 不会放松 对 他打台湾牌 依旧不会放松 对 不是 对南湖一个人为了 他已经踏破红线了 所以我希望说 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说 希望 中国统一 但是 希望台湾人能够明白 对 和平统一 是台湾最好的一件事 我们不要去求战争 对 我们经不起 对 战争也会带来很多的仇恶 我们经不起 然后你战争的结果 依然是统一 是 所以你在忙什么呢 是 为什么不好好的 坐下来 办起事 一样 我们来寻求 统一 所以我们现在 中国是大姓氏啊 是台湾真正的 台湾的精英层就想不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有私人利益 对 就跟魏满洲国 跟汪金会一样 他们有个人私人利益 跟外国政府勾结 ECFA 就到今年十年了 那十年是一个 在他的条文规定上 是一个 是一个可以检讨的 可以停止的 是 以您来来看大陆 会停ECFA吗 因为现在感觉 台湾的判断 民进党也一直在安抚台湾人说 哎呀北京没有要停啊 您觉得 大陆 会停止ECFA吗 大陆会停止 我不敢说 我不敢判断 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停止 因为我们清零ECFA的基础就是 九一共识 没有包括我们跟这个 让台湾和那个新西兰 台湾和新加坡 去拧了FTA 那是大陆允许的 那是我们在 九二共识基础上允许他的 那今天九二共识 他不承认了 我觉得就应该停 你看现在这个台湾的GDP是5000多亿 5700亿美金 从我们大陆 联合贸易是多少呢 大概1300400亿美金 最保守估计啊有1000多亿美金 从人到的 顺差 对 顺差 顺差 1000多亿美金 对 因为美金就占了台湾的GDP的五分之一 对 那我很赞成有些人的说法 如果大陆 不在经贸上对台湾进行制裁 那实际上就和资底差不多 等于台湾 你在支持台独吗 台湾最新的数据从大陆 出 就是 贸易依存度是历史新高 对 台独叫骂越凶 大陆跟台湾做生意越多 46% 台湾的经贸 而且可能今年的GDP 台湾还是正正的 对 然后 其实是 是来自大陆的 是大陆在养台湾 然后 民进党跟台独用这个来叫 你看我们台独好棒 然后用赚到的钱去买美国的武器 然后来对付大陆 这个逻辑就变这样 所以我觉得大陆应该挺 大陆对台湾的让利 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式 是台湾同胞来大陆 我让利 不应该是我给岛的让利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说 一个来自北京 一个很真诚的声音 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样 但我希望台湾人能够想清楚 真的能够想清楚说 到底最好 希望 两岸能够和平 统一 尽快 越早统一 越是 对大陆好 对台湾好吗 对中华民主的行事 谢谢 谢谢